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3號 北半球的夏至已過 南半球的冬至也已過去 最長的一個黑夜 在我所處的南半球 已經過去,新的一天已經到來 現在向大家介紹 周佛海網易集中的一篇文章 《福桑吉隱碩當年》 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憶 周佛海,一位從湖南鄉間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學生 因緣集會去到了東洋留學 此間他經歷和接觸了很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分子 對於社會主義思潮和共產主義思想 有了一種朦朧的接觸 1940年代初 1940年代初 他和 汪精衛、汪造明 在南京 新的國民政府 以環都的形式 保了江南一塊地獄的淪陷區的民生和生計 當然 汪政權在國民政府的旗幟上面 加上了和平、反共、建國的橫條 而作為整個汪政權的三號人物 周佛海 他為世人所共知的部分並不多 周佛海的簡介、公開資料 周佛海 1897年5月29日至1948年2月28日 湖南元陵人 本名周佛海 是近代中國重要政治人物 周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建黨時 中共一大代表 首任代理書記 後稱為國民黨黨員、官員 抗戰時期、抗日時期 汪政權的領導人之一 周佛海曾在1927年先後出版《苦學記》 佛桑吉隱碩當年和我逃出了赤都武漢 其中佛桑吉隱碩當年就是回憶其以留日學生參與中共一大的經過 不光提到會議內情 而且提到了一大期間上海發生的大東旅社命案 日後成了中共黨史的重要參考依據和考證中 中共成立確確實間的關鍵 1965年 春秋雜誌社收集到周佛海所著的前述三文 以及1942年寫的《盛衰月盡》《化蒼桑》等原文 經《金雄白》檢閱後 春秋雜誌社將其和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集結成為 陳公博、周佛海回憶路河邊藝術出版 《金雄白》並以《朱子佳》的筆名名義作序 這就是春秋雜誌社 陳公博、周佛海回憶路河邊 其中《網易集》就是周佛海的 在1940年代初 41年至44年初 《古上海古今》雜誌所集合出版的 《網易集序》 作者 《古今雜誌社》總編《朱甫哉》 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 雖然名作如林 無篇不經 但是讀者所最歡迎 各方所最注意的 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為第一 第三期的《古學記》 第九期的《自返路》 第十三期的《聖帥夜靖畫蒼蒼》 每篇文字刊出後 《中日各報》紛紛轉載 南北讀者競爭購買 這種盛況至少可說是 四、五年來 國內文壇上所未清的了 周先生的文章事頁 張飛領懷二人 完完全全是一個真摯的表現 而已 我和周先生正式定交 雖然遠排不過是 最近四、五年來的事 但是意氣相投 肝膽相造 遠過數十年的故交 這裡有一段趣事 可有補數的 二十多年前 我和周先生 為了辯論一個經濟學上的理論問題 曾在《十四星報》及《民國日報》上 大齊筆戰 後來 邵立子也加入了我的 敵方駐戰 我因寡不敵眾 不得已遂明驚受兵 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 秉性之忠厚 情感之熱烈 待人之真誠 行為之狹義 沒有一個比得上周先生的 言為心聲 他的文字 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現 自信、自情 絕無半點虛勢 尤其是最近 數年來周先生的 孤承 逆子之心 絕非一般普通人 所能知道及了解的 不宜天在 驕媚 甚至其長處之間 用心之苦 因而易奸其 敬愛之心 我們為了窮於應付一般讀者 補購第一冊 古今核定本的請求 最有出版《古今從書》之計劃 現在我們先將周先生 專為古今所寫的三篇特稿 並附有周先生的文字兩篇 繪集出版專集 作為《古今從書》第一種 以後並將陸續出版第二種 第三種 預定 義工先生之歸程為第二種 梁仲義先生之 原居革 原居革措談為第三種 即為推動近代文化之一柱 区区為意或為一般讀者 即關心文化之師所樂文藝 中華民國 32年1月1日 諸葡僅 市於上海古今出版社 又名蒲原諸葡齋 乃是梁洪志、梁仲義先生的女婿 《古今》雜誌 第十九期 最重要的文章 開篇 《故人故事追憶辛亥革命》中 有汪精衛 開篇 第二篇文章 《夫桑及影朔當年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憶》 周佛海 古今題詞 《秀堅精骨類》 《心上往來朝》 《汪兆明》 由《古今》雜誌第十八期 《汪精衛先生行十路序言》 周佛海寫道 我乃是中國國民黨的後輩 雖然在更虛以前還是鄉村一個俗童的時候 就文了先生的名 但是直到民國十三年春天 於無意之中 才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風采 那個時候 國共已開始正式合作 共產主要分子 有許多人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也加入國民黨 做宣傳部的秘書 我那時因為還在日本 京都留學 所以還是共產黨員 沒有加入國民黨 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時候 赴國民黨部去看他 當時黨部在上海環龍路44號 當我和毛正談得起敬的時候 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偽丈夫破門而入 我當時不知道是誰 然後替我介紹到 這是汪先生 一位神養十一年的革命先輩 忽然從天而降 似的站在我的面前 一個渺小的學生 正是手足無措 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毛報告我的名字之後 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 和我握手 並含暄了幾句 然後和毛談了一刻的事物 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 先生的經過 這是周福海第一次見到汪精衛 此間介紹的是毛潤之毛澤東 介紹他倆相識 追溜歷史 被忘卻的記憶 1921年7月下旬 共產國際代表馬鈴以及血款而來的尼克爾斯基 在上海法租界 在上海法租界李漢俊的屋中 與13位各地聚合的共產黨代表 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時各地心善著50餘位共產黨員 陳公博作為廣東共產黨代表 周福海作為留日學生代表 參加此次會議 之後不久 兩位相繼退出共產黨 1930年代末 隨著抗戰的膠著 汪精衛經河內之變 提出了和平運動 之後 1940年3月30日 在南京環都 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 追隨他的陳公博 與周福海 這張歷史照片 汪、陳、周三人 聚合在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之下 我們大致能看出 當時他們的心境 歷史回憶 1945年8月 隨著日本宣布投降 王政權 倉促 收藏 而 之前所有的經過 隨著所謂嚴懲漢奸 審判運動 已被世人逐漸淡忘 但是這個當中 真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 所留下的文筆並不多 真正能夠寫出 歷史場景的少之又少 所以 前一陣 審讀了陳公博 《我與共產黨》 以及 接下來要把周佛海所著 《網易集》當中的重要篇章 呈現給諸位 希望在 2023年7月1號前後 給大家看到不一樣的一個場景 再之後 也將把其他的文章 陳公博與周佛海所述的 盡量的與諸位分享 讓大家看到民國時代 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中 那個輝煌 那個沸騰 那個直熱的年代 希望對諸位有益 謝謝 接著 我來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